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账户 叫做材料采购 材料采购这个账户 一说呀 我们就已经由私企 一下子就高大上了 我们就变成什么 央企了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 央企 国企 大家都知道 央企是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大儿子 长子 对吧 那是中央的 中央企业嘛 那么甭管是央企 还是国企 都是国家的钱 所以在企业里面的采购部门 就往往会吃回扣啊 有猫腻啊等等 所以我们在会计核算着 就一定要体现出来 一个计划数和一个实际花的数 我们一定要看出差额 我们要看你到底是买赔了 还是就是买贵了 还是买贱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借助几个科目 一个叫材料采购 一个叫原材料 一个叫材料成本差异 有人说了 哎 你有叫原材料吗 但是此原材料 非笔原材料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不一样 好 那么面对材料采购这个账户啊 我们得给大家呀 咱来个例子 你来感受一下啊 我们先不说材料采购这个账户 也不说材料成本差异这个账户 我们先来个空白页 大家跟我来看看 这个怎么说呢 咱比如说就是 随便举个例子啊 随便举个例子 这是2021年的11月 比如说是19号 比如说是19号 我们是天津的大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他现在需要去买钢 钢管嘛 肯定得买钢材嘛 这时候呢 他就派着他的这个采购人员 到了这个钢材的交易市场 比如说在北京或者在南京等等 就去买了 当时呢 他们走之前 按照国际的行情和国内的行情 以及以往的这个行情 他们预计啊 得花3000万买 但是没成想 到了市场上 受这个国际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3000万人家根本不卖 得花3600万 这时候就问大家 您是钢管有限公司 您是有订单的 您不能说 哎呦 这个他卖那么贵我不买 原材料不能不买啊 不买不就窝工了吗 所以人家卖3600万 符合当时的公允价值 买不买 买 那么这时候作为天津大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他买的时候 他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大家给我看 他在2021年11月19号 买的时候 看着啊 他是这么写会计分录 他要借材料采购 看着啊 借材料采购 那么这个材料采购是多少钱呢 公允价是多少钱 就写多少钱 当时不是3600吗 就是3600 然后他又是一个这个货物的生产企业 他需要交增值税的呀 所以你需要给人家卖方一个3600万的 这个钢材钱 还需要给人家一个3600万 乘以13% 就是增值税468万 怎么写呢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然后是进项税额468万 天津大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有的事情啊 人家不欠人钱啊 就直接拿银行存款支付了 所以直接我们在这写贷 看着啊 银行存款 贷 银行存款 这不是我们跟人家学的 借贷记账法吗 有借 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啊 那您看一共支付了多少钱出去 支付了一个3600 然后又支付了一个468万 一共您是3600再加上468 468最后等于4068 看着啊 4068 这就是我们在用计划成本对原材料进行核算的时候 我们在刚开始买的时候要做出这笔快递分率 那么买毕竟还是在人家交易那个地点 我们得拉回来吧 拉到天津吧 拉到天津就要入到我们天津大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原材料仓库去 没错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入仓库的时候 您记住了 由于我们公司对原材料用的是计划成本来核算 所以入仓库的时候是按照计划成本来入 那你说你用计划成本来入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 当你用计划成本入仓库的时候 一下子就能展现出来 你多花了多少钱 或者你少花了多少钱 所以比如说他是11月19号买的 母天就运到天津了 那好 这时候您看啊 时间就来到了2021年的11月 比如说24号 24号就已经入到了他的仓库 这时候应该怎么写呢 这样写 原材料 你看原材料又闪亮登场了 但是这个原材料跟我们刚才讲的实际成本下的那个原材料不一样 原来我们刚才讲那个实际成本下的原材料 就是你实际花了三万买珊瑚 所以在原材料里面就是你实际花的钱 所以原材料的核算不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实际成本法 一个叫计划成本法 在实际成本法下 原材料里面就是实际花的钱 但是在计划成本法下 它的原材料账户里面就是计划 我想花多少钱 当时他们不是说计划想花三千万吗 那好 此时您看您应该怎么写 借原材料三千万 你是把这些东西搁到你的仓库里面去 所以他原来买进来之后 占据这个账户的借方 现在已经转到仓库里面去了 就应该从贷方转走 此时您就应该这么写 贷 贷什么 材料采购 看着 贷 材料 采购 这个时候呢 您也可以本着 如果原材料是三千 材料采购也写三千 您要也写了三千的话 您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写啊 我写这啊 我写这 材料 看着我写这 材料 采购 这是一个会计科目啊 搁到这里面叫会计账户啊 所有账户的左边是借方 所有账户的右边是贷方 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开始从这个交易市场买的时候 是不是花了三千六百万 然后我们入到仓库里的时候 是跟他保持一致 比如说我写三千 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从贷方写了个三千 那么归根结底 是不是材料采购在借方还有个六百 那还有个六百的话 最后我们还是要给他转走 转到材料成本差异里面去 相当于是 这儿写个六百 还有一个材料成本差异 看着啊 材料 成本差异 这个材料成本差异 也是一个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核算的就是原材料在计划成本下的差异 所以当你这六百 占据的是材料采购这个账户的代方的时候 那你差异就应该写这儿 对吧 你看这个你能不能理解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是花了三千六 等到我们入库的时候呢 按照计划成本来入 计划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三千 就是这三千 这三千 你会发现 哎 面对于材料采购这个账户来讲的话 借方是三千六 代方是三千啊 借方是三千六 代方是三千 现在借方有个余额六百 现在已经入库了 所以不能再搁到材料采购了 要给他转走 那肯定要从材料采购这个账户的代方 写个六百才能转走 转哪去呢 把这个差异就转到了材料成本差异的计划 其实这样是我们教材里面 他每年都会给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写 但是我觉得啊 不太好 不如怎样写呢 不如这样写 当我们入到仓库的时候 直接借原材料是一个计划术 代材料采购 材料采购你当时花了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所以我来个蓝色的 你看我来个蓝色的在这写 看见了吗 你当时花了三千六百 就三千六 这时候我们也是本着 有借必有贷 借贷不相等啊 怎么办 您看金业方少 贷方多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差额搁到借方 这个时候我们要另起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就叫材料成本差异 看着啊 就叫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 多少钱 六百 你看我一笔就能写出来 材料成本差异六百 我就把那个六百 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哦 这时候您明白了 如果是国企是央企 那么我们要对采购部门的这个 绩效进行一个评价 然后我们呢 就要有一个计划术 但是有计划术 归计划术 在市场上买 是用市场经济 公元价值 人家就卖三千六 我们也得买 然后我们买完以后 入库的时候要体现出 计划成本跟实际成本 有差额 有差额 把那个差额就搁到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叫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特别像谁呢 特别像我们前面讲的固定资产清理 以及资产储的损益 这三个账户全都是好事坏事都归他管 但凡是一个账户 既管好事也管坏事 您记住了 所有账户 只要既管好事也管坏事 所有的好事都往这个账户的代方去积 所有的坏事都往这个账户的借方去积 您看看 是不是我们写到了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的借方 体现出来就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脑子里想的3000万 就能买进来这些原材料 但实际上花了3600万才买进来的 是不是我们多花钱了 多花钱了不就是坏事吗 所以对于会计来讲 你无外乎就是跟数字打交道 数字无外乎就是多 少 不就是钱多钱少吗 钱多了就是好事 钱少了就是坏事 你多花钱了 你自己剩的钱就是少了 那自然就是坏事 好 那么相当于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例子 你就能发现 我们的材料 抬购里面核算的都是你实际花的钱 但是原材料里面核算的都是你计划想花的钱 你的材料成本差异里面核算的都是差异 好 这是我们说的11月24号 入仓库了 入仓库转过天来 因为我们的订单很多嘛 所以我们买进来原材料马上就要用 这一用是哪天了呢 我给你写这啊 我们写这 到2021年的11月25号 转过天来就要用 这时候领导就发话了 说昨天刚刚入库的那些原材料 赶紧发出去一半到车间里面 赶紧生产钢管去 发出去一半做钢管 钢管是我们的主营产品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这么去写 看着啊 寄生产成本 看着啊 寄生产成本 或者号钢管 我们就是为了做钢管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寄生产成本蛋糕是一样的 然后带 带什么 带原材料 看着啊 带原材料 刚才不说了吗 赶紧拿走一半去生产 你的原材料 现在总体上是买了3000 一半是多少 一半是1500万 好 那么这时候您别忘了 您在刚开始初始 入库的时候 当时可是有个材料成本差异啊 那这时候你原材料走多少 你的材料成本差异 你得走多少 如果不走的话 根本就不真实 那就不可靠了 这个信息 为什么 您看 您去做钢管了 相当于是原材料是1500万 往这个钢管的身上 加了1500万的成本 您觉得对吗 不对啊 因为您当时所有的 这个钢材买进来的话 是花了3600万 既然您用一半的话 那它的成本也是1800万啊 那也不应该是1500万呀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在入库的时候 有个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差异是总体的差异 现在你发出去一半 那就应该把一半的差异也转走 所以原来在材料成本差异 有个借方600 如今就应该从贷方转走 300 所以这时候您应该写 贷材料 看着啊 贷材料成本差异 我写这儿了啊 贷材料成本差异300 您看1500加300 正好等于1800 相当于是 往钢管的这个生产成本 就是表示它原材料的 这价值里面应该近1800万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准确了 就不能写1500 1800 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讲的 就是关于原材料 在计划成本下 如何进行一步一步的核算 您看第一步的核算 就是刚刚在买的时候 人家卖多少钱 你觉得合适 你就买 这时候会产生增值税啊 或者花钱 然后第二步就是 入到你们大无缝的仓库 这时候一定有个计划数 有个实际数 中间有个差额 然后您在发出 您这些原材料的时候 别忘了把那个差额 按比例也给它结转 比如说老板说了 新买那些 赶紧给我发出去三分之一 要赶紧发出去三分之一 相当于是原材料 这就应该走1000 那这就应该写1000 那您这差异的三分之一 就应该写200 那这您就应该1000加200 应该是1200 这正好是你花的钱的三分之一 1200吗 能理解吧 那好 现在我们讲的是一种 多花钱的情况 那您想想 如果是少花钱了呢 很简单 您就类比一下 或者叫做类推一下 就行了 举一反三嘛 我们来换一个颜色啊 换一个颜色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 还是3600 然后借银交易 这个买的时候 是按照市场价格来的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 在没买之前 我们预计得花4000万 才能到手 所以这时候您看 我们就应该是 借原材料 这应该写4000 看见了吗 这就不能写3000了 写4000 我们实际上花多少钱 实际上花了3600万买的 这不3600吗 这时候依然是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现在借方已经有4000了 贷方才有3600 你会发现此时 材料成本差异 看着啊 材料 成本 差异 这个账户 我们应该用的是贷方 那么这笔会计分录 应该是借原材料4000 代材料采购3600 代材料成本差异 400 正好4000对 4000就没有这个了啊 如果老板说了 得发出去一半 赶紧去给我做产品去 好 发出去一半 那这时候您就应该是 代原材料 你看4000的一半 那就应该是2000啊 看见了吗 4000的一半是2000 但是您别忘了 您要是这4000走了一半 您的材料成本差异 也得走一半吗 那这时候材料成本差异 在代方是出事入账 要从借方转走 那就应该在这写 借材料成本差异 那这就相当于是 代原材料2000 再减掉200 等于1800 你看正好就搁到这 1800 为什么是1800 本来就是你实际就花了3600吗 一半不就是1800吗 你看这个是稍微在这个阶段 学起来有点难的 有点绕的 但是学完以后 你会发现不过如此啊 就是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 在初始入账的时候 如果入到了借房 它将来一定从贷房转走 如果初始入账 入到了贷房 它将来是从借房转走 它其实就是为了调节生产成本 是生产成本体现的 就是实际成本 就是一定要把计划成本 给它修正成 或者叫做给它变更为 真正的实际成本 因为你往生产成本里面 寄的是将来你要做成本计算的一个基数 你要做定价的一个基础 你定价就是跟外人之间 你到底要定多少钱 你定价多少钱 取决于成本多少钱 这个成本一定不能是计划数 得是你实实在在的原材料钱 实实在在的人工钱 实实在在的制造费用等等 所以一定要把生产成本 调成它真正的成本 那就是实际成本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不能理解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抛砖掩域的过程 您了解一下 但是这个点我们在新教材出来以后 那个基础版会详细给大家讲 因为这是我们每年必考的 每年必考点 好 那么说到这儿呢 其实相当于是 我们材料采购也讲完了 材料成本差异也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两个账户 就简单了 大家跟我来看 首先材料采购这个账户 说材料采购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采用计划成本 进行材料日常核算 而购入材料的采购成本 而购入材料采购成本 不就是我们说的 你实际花了多少钱 你就往这个账户里面 寄多少钱吗 这叫实际成本 再来看 该账户的借方登记的是 企业采用计划成本 进行核算时 采购这些材料的实际成本 那就真正花多少钱 代方登记的是 入库材料的实际成本 您一看 入库材料不就是把这些东西 入到仓库里面吗 借业原材料用的是计划术 代材料采购吗 对吧 好 再来看 说如果期末余额是在借方 反映企业再图材料的采购成本 那你说在借方是什么意思呀 自然就还没有到你厂里的仓库 那还在当上晕着了呗 那不就在材料采购 这个资产类账户的借方吗 就跟我们说再图物资一样 再图物资是实际成本下 材料采购是计划成本下 好了 然后接下来又说了 说该账户可按供应单位 就是卖方以及材料的品种 进行明细核算 材料采购 那你应该大声的告诉我 材料采购其实里面 这个账户里面核算的 就是实际成本 就是你实际到底花了多少钱 然后接下来 看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 是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材料采购和原材料 这两个账户之间的差 因为原材料此时此刻 它核算的是计划成本 大家可以往前翻 您看 我们说原材料这个账户 原材料账户属于资产类 用来核算企业 铺存的各种材料 包括原料啊等等 看见了吗 等到计划成本 在这儿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企业对原材料 用计划成本核算的话 那么原材料里面 就是计划成本数 您知道一下就行了 计划成本数 接下来材料成本差异 说这个账户啊 它也是属于资产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 采用计划成本 进行日常核算的材料 计划成本 与实际成本的差额吗 计划成本 哎呀我计划花3000万就能买 实际上花了3000 600万 那么它的差额是多少 不就是我刚才说的600万吗 再来看 该账户的借房 登记的是入库材料 形成的超支差异 你看什么叫做超支差异 我们刚开始举例子的时候说 哎呀我们认为3000万就能买 实际上花了3600万 是不是我们600万就搁到借房 借材料成本差异了 那么过两天 或者过一天 我们就要发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把原材料 从贷房转走了 材料成本差异 原来在借房 如今从贷房给了转走 是吧 所以在这儿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说这个账户的借房 登记的是入库 这些原材料 形成的超支差异 以及转出去 发出这些材料 应该负担的节约差异 您看所谓的节约差异 是什么 哎呀我们第一开始 以为4000万才能买到手 没成想3600万就买到了 就看绿色的啊 那么这时候 我们预计花4000万买 实际上 我们花了3600万买进来的 当时我们在初始 在入库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材料成本差异的 贷房 那一旦要使用它的话 是不是就把它从借房转走 借材料成本差异啊 哦 这正好就说了 哦 借房 果然核算的是 如果我们要是曾经少花钱的 那么我们发出这些材料 应该负担的节约差异 在借房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账户的贷房呢 那贷房自然是 我们刚开始买的时候 它就是节约的 我们认为得花大钱 其实花了个小钱 所以您看 是不是我们的材料成本差异 在贷房 在贷房啊 所以您看看 他说这了 他说贷房登记的是 入库这些材料 形成的节约差异 以及转出 发出材料应该负担的超值 如果你第一开始超值的话 是把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寄到借房 如果发出的话 肯定从贷房转走嘛 所以它一定体现出来一个 初始入库 和初库 它是不一样的 如果 咱就可以这么写 如果您就是超值 看着啊 您超值 其实就是多花钱 那么多花钱的时候 面对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 初始入账的时候 就寄到这个账户的借房 但是一旦发出 就是从这个账户的贷房发出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哎呀 没想到现在市场的价格 怎么那么低了 便宜了 节约了 就是少花钱了 当你少花钱的时候 你在初始入账的时候 就是先入到了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的贷房 那么一旦你发出呢 就应该从借房转出 所以我这么一写的话 你就会发现 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账户的借房 核算的是什么 借房核算的是超值 初始入账 多花钱 以及节约转出 你看看 看见了吗 该账户的借房登记的是 入货材料形成的超值差异 以及转出 发出材料应该负担的节约差异 那么这个账户的贷房登记什么 哦 贷房登记的是 节约 以及 这个超值 转出 您看 是不是 节约 以及 超值 转出 看见了吗 转出 所以这些就是你自己去琢磨 你琢磨来琢磨去 是结合着我这个例子来进行的 这部分内容你可千万不要瞎想啊 一定是根据我这几个账户的这个运作关系来的 您看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期末余额如果是在 借方反映企业库存材料等的实际成本 大于计划成本的差异 在代方呢 反映库存材料等的实际成本 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 其实很简单 材料成本 差异这个账户 如果是有借方余额 您就记住了 就是都花钱了 如果是有代方余额 就是少花钱了 看见了吗 代方余额 就少花钱了 实际成本 小于计划成本 少花钱 然后这个账户 可以分别什么 原材料的差异啊 周转材料的差异啊 等等 这都无所谓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 原材料 实际成本下 会用到再图物资 会用到原材料 我们都讲了 有点难度的 就是原材料在计划成本下 就是国企和央企 他们如何辨别 这个采购部门 它的这个绩效怎么样 我们会用到材料采购 核算的里面 全是实际化的钱 以及原材料 全是计划成本 还有一个 它俩不一样啊 不一样怎么办 用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资产类账户来核算 对吧 说完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这个也说完了啊 接下来 我们再来讲几个账户 就是当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 刚才说 咱们都是土豪 有钱有钱就带银行存款 你看我们刚才不就带银行存款吗 给人钱就完了 但如果我们没有钱呢 现在一般的交易 往往就是买方比较牛 对吧 我反正现在没钱 你要卖的 你就赶紧给我发货 过三月我再还你 所以往往在采购原材料过程当中 你欠着人家的钱 就形成我们的一项负债嘛 这个负债用哪个账户呢 应付账款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这个账户 应付账款这个账户 您不用我说 您都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它要么是资产类 要么是负债类 要么是所有者权益类 要么是损益类 分损类和益类 要么就成本类 您来给它规规类 就是我们应该付给人家 你应付而未付 自然应该是您的负债呀 所以是负债类账户 看应付账款属于负债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 因为购买原材料 因为购买人家商品 因为接受人家劳务 等这种经营活动 应该支付的钱 穷死了 应付而未付 借方登记的是且 因为购入材料 商品和接受劳务 等上未支付的款项 然后你应付而未付 就上未支付嘛 就贷 那借方呢 就是我还完了嘛 你债不能总不还啊 所以借方登记的是 偿还的应付账款 期末余额一般是在贷宝 那么反映企业 到期末上未支付出去的 就上未支付完毕的 应付账款的余额 如果在借方呢 你看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看我写这啊 应付账款 大家看一下啊 应付账款 这是财政部起的名字 它叫会计的科目 或者叫会计科目的名称 叫应付账款 那么它是一个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吧 不行 没格式没结构 我给它写这就有了 所以左边 所有账户的左边都叫借方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叫贷方 那么正常来讲 应付账款 它是负债类的嘛 它的期出余额在贷方 本期增加在贷方 本期减少在借方 你还完了不就减少了吗 然后余额呢 正常来讲应该在贷方 如果在贷方 比如说贷应付账款 或者叫做应付账款的 贷方余额是3000万 说明我们应该付3000万 应付还未付 但是现在忽然间告诉你 是应付账款的借方余额 左边比如说有一个50万 那这时候您记住了 负债类账户 如果是贷方余额 表示它正常应该有的余额 就是负债 但是要是相反方向 它就不再表示负债了 表示这个企业的资产 你可以怎么理解 就是我曾经买了你3000万的货 我现在呢 一次还你钱 还了你3050万 是不是相当于是多付给你50万 那这50万就变成了 我的一项资产 权利你再给我发50万的货啊 你不发50万的货 我弄死你 是这意思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在借方反映企业到期末 预付出去的账款余额 所谓的预付 你看我预付给你呢 不就是我提前给你了吗 你给我发货吗 你了解一下 就是记住了 负债类账户 如果是借方余额 表示资产 那么如果是一个资产类的账户 如果是贷方余额 它就表示负债了 这就是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小窍门 您知道一下 应付账款呢 您得知道您欠谁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按照债权人进行明细合算 完了 这是应付账款 还有一个账户 您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当我去买您原材料的时候 哎呀 我大哥 这有期啊 受疫情影响 我们这现在没把钱 给不起您 但是作为卖方来讲呢 就说了 兄弟 我想跟你长期合作 对吧 没钱呢 大哥也能给你发货 但是有一点 你呀 给我开一张商业汇票吧 你给我开张商业汇票 咱们在票据法里明确规定 商业汇票 最长的付款期限是六个月 说明大哥 我跟你可以让六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之内 或者到底 第六个月的时候 你还我就行 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张票 咱们得是什么 是口说无凭 立似为拒 我说行吧 大哥 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商业汇票 那么当我把这张商业汇票给他开出 甭管是银行成对的 还是商业成对的汇票 这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甭管是什么情况 反正我把这个票开出了 其实也是没有给对方钱 但是此时 会计是一门分类的艺术吗 如果我拿了人家的货 连票都没给人家开 也欠着人家钱 这时候应该用应付账款来核算 但是如果说我也是拿了他的货 我没给他钱 但是我给他开这张商业汇票 这时候我们不能再用应付账款来核算了 我们要用应付票据来核算 你看是不是 什么样的事 该用哪个账户 人家给你分的很清楚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应付票据了 您看应付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就差了最后这两个字 所以只要买方你给人开了商业汇票的 就要用这个账户 看应付票据这个账户 依然属于负债类的 用来核算企业 也是购买材料啊 购买商品啊 接受别人的劳务啊 你开出去的商业汇票 包括银行成对汇票和商业成对汇票 这个您在另外一刻 经济把基础里面以后学的很详细的啊 再来看 既然是负债类账户吗 该账户的代方登记的是企业 你开出去这个 或者你承诺了这样的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 比如说我欠你三千万 我就贷应付票据三千万 然后我还你啊 我到六个月到期了 或三个月到期我还你就借应付票据 贷银行存款了 对吧 所以是借方登记的是企业已经支付 或者到期无力支付的商业汇票 我们先不说到期无力支付 我们先说到期我有钱支付 比如说这样商业汇票六个月到期 我到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把三千万给你 那好这时候就是借应付票据 你看应付票据是个负债类账户吗 对于我们来讲是负债吗 我们一旦还完以后 这个负债就没了 负债类账户减少应该是在借方 借应付票据代银行存款 对吧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等到六个月到期的时候 我还是一分钱还不起你 但是有一点 商业汇票它是有有效期的 到期以后如果还不起的话 那张商业汇票就是废纸一张 所以对于我来讲 会计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既然这张商业汇票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到期了就作废了 废纸一张了吗 所以我就给它重新分类 把它由应付票据 变成应付账款里面去 那么对于您卖房 手里拿着这张商业汇票的 您更伤心 因为到期了 依然没有得到钱 这张商业汇票就失效了吗 所以您就把它由应收票据 转成应收账款 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后面 新教材基础办里面会讲的 您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到期 无力支付的话 那么应付票据 因为它过期了 也是要转走的 后面期末余额在待放 反映企业尚未到期的 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 如果您到一个企业发现 它账本里面有应付票据 待放余额60万 说明它应付人家60万 而且当时是给人家开了商业汇票 有商业汇票 这个金融媒介在做依据 明白了吧 这是我们说的 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 好 它们都是属于负债的账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预付账款 其实预付账款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在买人家 原材料的时候 人家卖方特别牛 卖方说了 你不给我打预付款 我不会给你生产的 我也不会给你发货的 那么我们 那你说我没有原材料 就窝工了呀 所以希望给你打预付款 给你打预付款 对于我们来讲 不就是钱给你打过去吗 那不就是银行存款变少了吗 银行存款变少了 从贷方表示 那借方用什么呀 借方用一个资产类的账户 叫做预付账款 这个预付账款 体现的就是 按照合同的约定 我提前先给你打过去一笔钱 麻烦您快点 赶紧给我生产产品 赶紧给我发货 所以预付账款特别简单 大家看一下 预付账款 是属于咱们企业的资产类账户 用来核算 企业按照合同的规定 预先付出去的钱吗 如果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 也可以不设置这个账户 您看啊 我这样跟您说 当然这个稍微有一点绕 稍微有一点绕啊 您记住了 就是我们交朋友好友也是一样 穷人呢 我们就找穷人 富人呢 我们就找富人 比如说 我从来不跟马云一块玩 因为我看不起他 对吧 他太穷 那么我们在会计里面呢 也会这么体现 就是收找收 富找富 你可以理解成 穷人找穷人 富人找富人 这么一个感觉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企业啊 从来不会给人家预付账款 我不会给你预付钱的 我倒是先买你的东西 我就看得起你 我买你的东西 然后呢 我用着不错 看我心情 心情好 我就给你付钱 心情不好 我还欠着你 但是忽然间 比如说受疫情的影响啊 或者各种原因 哎呦 这个供货商越来越厉害了啊 竟然给我最后通牒 说了 你要想再订我们的原材料 不给我打预付款 我不给你发货了 哎呦 吓得我一看 好吗 这回这这这这这有点变天 我也得听他的 那行 我说那我们就给你打预付款 给你打四千万预付款 这时候您记着啊 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往外打过任何预付款 所以我们就没有预付账款这个科目 在我们前面讲第三张会计科目 跟会计账户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到底设置哪个科目 或者不设置哪个科目 它一定是合法的啊 就是一定是财政部统一规定那些 才可以设置对吧 另外一个它就得是相关 得是实用 就跟我得相关 但我是大爷 我从来没有预付过别人钱 所以我设置会计科目的时候 我就没有设置过预付账款这个科目 那自然就没有预付账款这个账户了 对吧 有什么样的科目 我才有什么样的戳子 我才弄出什么账户 没有啊 但忽然间人家就来就来信了 我也只能预付了 所以这时候我不会因为这一个业务 然后我再就因为这个业务 我开立这么一个账户 我设置这么一个科目没必要 所以人家说了 你不经常发生的 你不行就拿个替代的嘛 那要拿替代的账户 拿哪个呢 记住了 穷人找穷人 富人找富人 正常来讲 你应该是预付账款 对吗 那么我们不用预付 我们就用应付账款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正常来讲 我们应该是预付账款 我们要是有这个账户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预付账款 然后所有账户的左边叫借方 所有账户的右边叫贷方 我预付出去四千万 正常应该这样 但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种业务嘛 没有预付账款这个账户 所以现在我如果付出去了 我也不用因此而设置这个科目 我就收找收来 付找付 这个付字根本就不变 我只变一个字就好了 哪个字 我就把这个预字改成应字 看见了吗 我就给它改成应付账款就好了 但是您别忘了 应付账款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毕竟现在是我提前付给你 并不是我欠你的呀 所以我们的方向不要反了 你要搁到应付账款这个账户的借方 你看应付账款本来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在贷方表示负债 在借方就表示资产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我们 这个财政部 还有这个相关的部门 对企业的一种 就是一种放宽 就觉得你没有必要 因为一两笔业务 重新设置科目 只要是你不常用的 你就用应付账款就完了 但是别忘了要用应付账款的借方 因为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只是变了个字而已 大家看一下 他说如果你必要留 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 也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 将预付的款项 直接进入到应付账款的账户 但是你得知道 应该进入到应付账款这个账户的 借房才对 借房才对 那又一次体现出来了 你往负债类账户的借房去计 他就不再表示是负债增加 其实是一种资产的增加 对吧 好 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预付账款 这个账户的借房 你看预付是资产 借房表示我预付的钱多呀 我给你打了四千万 你还没有给我发货 你又给我来电话 还让我给你打 我又给你打五百万 你看你越打 你的预付账款不就越多吗 他欠你的货 不就越多吗 好来看 该账户的借房登记 且因为购货等业务 预付的款项 代方登记什么 我给你打了四千万 又给你打了五百万 你快给我发货呀 好 只要他一给我发原材料 给我发东西等等 这时候 其实我就会借原材料 然后借预交税 被预交增税金项 代预付账款 这就表示 我的预付账款 其实都拿这些东西给抵了 我的这项资产 其实就没了吗 那么在代方 比较资产变少吗 所以您看 代方登记的是 企业收到货物后 应该支付的那些钱 你到底收到了多少钱的货 你就减多少钱吗 是吧 后面期末余额在借房 反映企业预付出去的款项 期末余额在代方呢 就反映企业上需股付的钱 这个就很简单了 大家想 比如说 我们写这 我们写这 你看啊 预付账款 这是一个科目 搁在这是一个账户 反反复复在说 就是告诉你 这些最基本的理论知识 你掌握它 日后才能越学越容易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嘛 你看预付账款 我预付给你四千万 我又预付给你五百万 对吧 然后你给我发货 你给我发了一个三千万的货 这时候大家看看 这边是四千五百万 这边是三千万 说明我还是借房预论 我还是多付给你钱 你少给我发货 你还欠着我的货 没想到后面人更狠 人家给你发了两千万的货 这回给你发完货以后 你会发现预付账款 比如说我预付给了M公司 对吧 我预付给了M公司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预付给M公司 M公司最后给你发了两千万的货 最后相对是预付账款 M公司竟然有了一个 贷方预论五百万 预付账款是资产类账户 资产类账户 如果是借房预论 表示资产 如果是贷方预论 表示负债 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 M公司给你发的货多 你还欠人家五百万 看出来了吗 那就是反应企业 尚需补负的款项 你看 其实账户无外乎 就是多了 少了 到底是应付还是补付 也就是这些事 会计越学 其实应该是越容易的 他就是 你学会了计账规则 你学会了看准则 你学会了怎么确认 怎么计量 怎么初始计量 怎么后续计量 其实这些东西 都学完以后 你就觉得 无外乎 就是用相同的方式 做出这样的账 国家内企业有可比性 这个税务局 各方面 认合你的账 你不就是合法的 合规的吗 你不就是真账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 说预付账款 还要按照顾货单位 进行明细核算 就到底你给谁了 是给了M公司了 还是给了Q公司了 等等 对吧 好 这是预付账款 然后接下来 再来说一个账户 叫做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您一看 就是应交税费 应交还未交 一定是一个负债类的账户 我们来看 应交税费 这个账户属于负债类 用来核算起 按照税法等的规定 计算应该缴纳的各种税 比如说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教育费附加等 其实啊 您一看到这 哎呀 怎么那么多税呀 你到底是学会计 你还是学税法呀 您记住了 财税是不分家的 而且财税的世界 特别精彩 您不管是跟着我 学完初级还是怎样 你还接着在考税务师 在考猪块 考中级 会觉得 真的是 我们学的都是最时尚的 引领国际前沿的 这些财务制度和税务制度 所以说 这些内容 您看着在学会计吧 税法里面 税法内容 我们都会涉及 而且您不是学初级吗 两颗 另外一颗叫经济法基础 经济法基础 就是给您讲 这些税种 全给您讲了 无一 疏漏 无一例外都给您讲了 就讲这些内容 也就是说 你算完以后 那我这个 承建税怎么算啊 房产税怎么算啊 这个我们不讲 如果你说 我就想让您讲 我就想听 那您就在学初级的同时 您在跟着我 我又开始忽悠了啊 您就开始跟着我 学注快的税法 因为我除了讲 初级会计实务这颗 还讲注册会计师 里面的税法 那么我在讲税法的时候 这些具体的税种 它的来龙去脉 它的前世今生 以及它怎么计算税额 我都给您讲 您可以 可以初级 跟注快并行着去学 注快到底有用没用啊 到底难不难啊 这些您可以百度一下 您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官网 去去看一看啊 确实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含金量的那个证书 那么关于这些税种 您了解一下 怎么算 我们在这就不讲了 就是算完以后 我们该如何进行账户处理啊 您别忘了 算出来 比如说我该给税务局 交消费税30万 我该交还未交 那么我要用哪个账户来核算呢 要用应交税费 看见了吗 应交税费这个账户 你说我欠员工的工资 我不得这一个月结束了 然后我从下月初 或者叫做上个月月底 我算一算 说张三来了多少天 一天多少钱 那么这时候你欠员工的 应该用应付职工薪酬 看见了吗 欠员工的叫应付职工薪酬 欠税务局的叫应交税费 欠供货商的叫应付账款 或者应付票据 然后欠银行的叫短期借款 或者长期借款 这不就是会计 是一门分类的艺术吗 根据你欠的人的不同 就债权人的不同 你的科目也不一样吗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税费 就应该有应交税费 然后既然它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该账户的贷方登记的是 各种应交还没交的税费的增加额 表示负债增加吗 借方登记实际已经缴纳的 期末如果余额在贷方 反映起上未缴纳的税费 如果是在借方有余额呢 您现在应该可以依此类推 我们说一个负债类账户 如果在贷方有余额表示负债 那同样这个负债类账户 如果是借方有余额呢 它就不再表示负债了 它表示什么 资产啊 所以大家看资产是什么 你多付的 或者你预付给税费的钱吗 你看 在这 期末余额在借方 反映起多缴纳的 或者是上未抵扣的 上未抵扣的就是我们说的增值税 就是预先先付出去 后面再会说 告诉你 该账户可按应交的税费的项目 进行明细核算 就是应交税费 破这号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费破这号应交消费税 应交税费破这号应交企业所有税 所以它都会有一个明细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关于材料在采购过程当中 我们会用到哪些账户 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 稀里糊涂的讲了八个账户 我跟你说啊 咱们国家所有的账户加起来 也就是财政部定了一百多个 我们在初级阶段 也就掌握一百来个就行了 等到初级阶段考完了 您再考中级 再多学这么几十个账户 然后您再到筑块 再多学那么几十个账户 其实学来学去就学账户 每一个账户知道怎么用了 账户归根结底解决的就是多和少 归根结底解决的就是要素的多和少 要素的多和少解决完了以后 一个单位所有经济活动的多和少 不也就解决了吗 不归根结底解决要素问题 是吧 解决这个公司资产负债所有权益 到底怎样 说原来资产一千个亿 现在都干了八年了 资产八千个亿了 你看这不一下子就体现出 你作为会计来讲 你核算的很顶确吗 是吧 好 那么关于这八个账户 您自己梳理梳理 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 然后呢 什么情况下该用哪个账户 充分体现出 快递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 对 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您记住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道题是单选题 看看啊 他说 某企业采用实际成本 对原材料进行核算 您一听 哎呦 实际成本 这一定不是央企 这也一定不是国企啊 他说好了是实际成本吗 计划成本 它是国企和洋企会用到的 月初的时候呢 购入假材料一批 全部的货款 已经拿转账支票 就给付了 全部的钱拿转账支票 支票就用银行存款 这个科目来核算 就可以了啊 支票是拿银行存款 然后但是材料 扔在运输途中 此时应该将所购的材料 寄入的会计科目 没什么 首先您是用的实际成本 所以呢 那他就会用到什么再出物资呀 原材料啊 等等 对吧 那我们看看吧 他说 这个因为还在运输途中 既然是在运输途中 说明就没有入库 没有入库 实际成本下 只有入到仓库里面 我们才能叫原材料吧 对吧 而且原材料里面 核算的是实际成本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 应该将所购的材料 你应该把材料往哪寄呀 材料不能寄入到应收账款 因为你是买东西 也不可能是应收账款 也应付啊 那也不可能是其他应收款呀 就应该是再出物资 你看会计 它就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它不停的在分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搁到再出物资里面去 你看选什么 选C吗 好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们已经把跟原材料 核算相关的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实际成本 一个叫计划成本 都讲完了 而且在讲这两个方法的同时 把该用到的账户 也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 对吧 那么本讲呢就快结束了 下一讲我们要说什么呀 下一讲还是老规矩吧 账户我们介绍完以后 我们看如何进行 会计分录的书写 所以我们下一讲 跟大家说材料采购的账户处理 就是我们该如何写出 一笔会计分录 那是下一讲我们要说的 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